那其实我们周边除了SG50商品之外 也冒出了许多问今起年而主办的活动 SG50活动是不是比商品更具意义呢 那本地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就为了庆祝我国建国50周年 聚集了旗下的448名代理员 创下了最多人一同跳SG50快乐舞蹈的新加坡记录 他们在一小时前抵达阳错岗体育场的草地 呼吸在烈日下暴晒练舞 就是为了向新加坡献上一份金喜年礼物 看着他们跟随音乐的快节奏舞动 也许这样的团队活动也是培养爱国精神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在活动上呢公司也派出了四名代理 一同将新加坡国旗慎重地带到观众席 公司的总裁说今年的国庆演出一票难求 因此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员工也有机会 一同唱国歌念国家信约增强归属感